OK Harry,Time for class 這是6月5號洗禮三的課 聯絡簿已經傳在聽課裡面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課本 Sorry,不是課本 Writing booth裡面的gramma tips 我們要從page 16開始講第16頁 page 16,第16頁 綠色的 會 這個講完就講那個 講完完 好,來 今天還要講單字 有新的單字 好,來page 16 第16頁 好,上次講到簡單句 再來講到和句 誒,和句講完了 和句複雜就講完了 好,那再來就是page 17 那就是第17頁 好,複合句 他在複合句 那複合句的話就是 兩種不一樣的句型 複雜句加簡單句 或是複雜句加複雜句 那還記不記得簡單句是什麼 簡單句就是用重屬對等連接詞連接的 就叫簡單句 ok 那複雜句 複雜句就是用重屬連接詞的 就是用重屬連接詞的 ok 對不起,簡單句是主動而已啦 他沒有另外一個句子 他沒有另外一個句子 那複雜句的話就是用重屬連接詞 也就是會引導出名詞子句 形容詞子句或複詞子句的 就是複雜句 那複合句的話 就是指複雜句加複雜句 ok 所以當你的複雜句還在複雜句 利用對等連接詞還在對等連接詞 或分號還在分號 去加上另外一個簡單句還在另一個 所以另一個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句子 什麼樣的句型 好,這樣子的產物出來就是叫複合句還在複合句 好,第一個我們看到複雜句加簡單句還在複雜句 還在複雜句還在簡單句 我真的不知道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do 這個what I should do是什麼意思呢 我該怎麼做也就是 名詞子句嘛 還在話詞 上面寫O等於NC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該怎麼做 and還在and I feel upset now 所以呢,來話詞上面寫重屬 and上面寫對等 所以這邊嚴格來說總共三個句子 I really don't know I should do I feel upset now 那它是用 第一個what I should do 是重屬連接詞 也就是名詞子去做出來的 當受使用 再來後面 and I feel upset now 最好就是正常的對等連接詞去連接兩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是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do 第二個句子是 I feel upset now ok 所以 基本上來講 意思就是要告訴你 你在連接句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什麼 連接詞 連接詞 除非今天連接詞可以省略的 不然 你一個句子就是一個主持一個動詞 ok 好 再來複雜句加複雜句 in school 在學校 I met a girl who might be my true love 再來分號 later I found out that 所以這裡是用分號連接兩個複雜句 第一個 in school I met a girl who might be my true love 所以這本聲已經是複雜句了 因為它有形容詞子句 互寫關待 再來 later 寫atb 這個跟這個沒關係 只是讓你們知道一下 這裡later是時間複雜 later I found out that 寫O等於NC 我發現一件事 所以這裡用了什麼 名詞子句 ok 所以前後兩個都是複雜句 喝起來 ok so she was dating someone 來這裡的dates 寫原型 date 什麼詞 動詞 renum verb 約會 han... 約會 就是date date somebody 就是han... 不用with 不用with 但如果你當名詞用 have a date 就要用with have a date with somebody ok 好 再來下面三大子句 他在三大子句 分別是名詞 他在名詞 形容詞 他在形容詞 和副詞 他在副詞 那這三大子句 都是蟲屬子句 他的顧名詞 就是這個句子 需要蟲 或是屬 所以要跟隨 他來蟲或屬 另一個主要子句 他來主要子句 換言之 蟲屬子句 就像媽媽一樣 媽媽裡面 肚子裡的嬰兒一樣 他必須依附著媽媽 他必須依附著 他來主要子句 那這個主要子句呢 他有頭有心臟 他意思就是告訴你 他有句子的主體 主詞動詞 他在主要子句 他在主動 重塑子句也一樣 他在重塑子句 他在主動 所以形成一個句子 最基本的要件 就是主詞加動詞 最少最少最少 就是主詞加動詞 那重塑子句 通常沒有完整的意思 就是如果他單用的話 你沒有辦法完整表達句意 好 名詞子句的部分 來後面分三條線 名詞子句的部分 後面分三條線 第一條寫 that's that's 那 that's 就是把 原本是直數句 原本是直數句 原本是直數句的句子 換成名詞子句 怎麼做呢 就直接 that's 加那個句子就可以了 那你應用的方式 就是當你需要把 這一件事情 當成主詞 這一件事情當成售詞 這一件事情當成補語的時候 就只用 that's 加這個句子 要是直數句 你的連接詞才會是 that's 那第二個 6w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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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的意思是一個句子的時候 你就會用到 WH問句 轉換成名詞子句 最後 whether 或if 就是把原本是 yes no 問句的 轉換成名詞子句 好 那你可以換給顏色的比 直數句 不會有問題 直接貼就好 直接複製 貼上 OK 那 wh1gts 那問句你要注意什麼 當你換成名詞子句時 換成 換成 nc10 須 怎麼樣 把 句型 怎麼樣 句型需要做什麼事 兩位 不知道 你的名詞子句 wh1g 跟yes no 變成名詞子句 你的句型要幹嘛 做什麼變化 什麼 不是導樁 導樁 對要把句型變值數據 很好 那它的原則就是什麼 因為 我們都會講 主動連接詞主動 後半段這個連接詞後面的主動 就是你的 重屬子句 就是你的重屬子句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重屬子句 你會發現 基本上都要用 直數句來寫 所以 名詞子句 會把問句 換成 名詞子句 所以你要注意 不能用問句句型寫 要把它變成 直數句來寫 好 好 下面第一點 名詞子句 和名詞有相同的功能 highlight 名詞子句 它的名詞 它在相同的功能 好 sorry 剛剛那不算第一點 第一行 好 那再來第一點 名詞子句 名詞子句 可以用來做主詞 它在主詞 受詞 補語 它在補語 我剛露了一個 同位語 國中大家都學過同位語 就是逗號前後 是同樣的人 同樣的物品 在句子裡面出現就是同位語 好 再來第二點 句子 名詞子句的字詞順序 如果有疑問詞的話 請依照一下順序 highlight 疑問詞加主詞加動詞 highlight 疑問詞加主詞加動詞 它的意思就是什麼 要變成直數句啦 so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highlight who you are 而不是 I don't know who are you 這是錯的 ok 那常見的名詞子句的連接詞 有highlight連接詞 有wh highlight wh highlight das ifor weather highlight efor weather 下一個頁 名詞子句的功能 它的名詞子句的功能 當主詞 它要當主詞 when we will have a meeting is unknown yet sorry when we will have a meeting is unknown yet 開來when 然後把 when we will have a meeting 上面寫 subject 等於nc subject 等於nc 所以這裡是把名詞子句當主詞用 is寫b is寫b unknown 就是未知 所以 我們 舉辦 會議的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翻 因為它是when 所以表示原問句是在問何時會舉辦會議 對不對 那原問句就是什麼 when will we have a meeting 剛剛講到 把 問句變成名詞子句的時候 你要變成直數句 所以 when will we 要變成when we will 好 its unknown yet ok 這個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 wh一問詞 當名詞子句連接詞的時候 不會有什麼情況 不會有省略的狀況 可是 that's that's 當名詞子句的連接詞的時候 只有一個狀況不能省略 當主詞的時候不能省略 所以你看下面 it is amazing that he passed the driver test 這裡是把its當虛祖詞去描述後面的desk 但是你也可以寫 that he passed the driving test is amazing 對吧 好但我們不要寫那麼長 我們寫一個例句 我最喜歡寫的 因為也很短很簡單 that time is money is true that time is money is true underline that time is money underline that time is money 然後把that圈起來 上面寫 that's the nc comma 若 為 subject comma 者 that 不可省略 其他情況 當壽詞 當博語 都是可以省略的 the that's 都可以省略 但如果 that's 的名詞子句是主詞的話 那 that's 就不可以省略 沒了 好 來 公安 再來 當動詞的壽詞 還在動詞的壽詞 去 ask if I knew the truth highlight if 去 write down subject x write down verb vd if I knew the truth write down o 等於 nc 來 if I knew the truth 旁邊寫原問句 給你們十秒 if I knew the truth 旁邊寫 if I knew the truth 的原問句 請考慮 人稱跟實態 請考慮 人稱跟實態 人稱跟實態 請考慮 請考慮 原問句是什麼 好 這邊是 女生問我 女生問我 為什麼我知道是問我 因為後面是 if I knew the truth 我是否知道 所以那個女生直接問我 所以女生直接問我 她問什麼 你知不知道事實 對吧 而且是問你現在知不知道 你當下知不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你是用現在試問 因為這是原問句 那問誰 女生問我 所以是 我問 你嘛 我是女生的話 我問你嘛 so do you know the truth 這是你的原問句 這是你的原問句 那就像剛剛講的 if 當 if是把yes though 問句換成名詞子句嘛 所以你做轉換的時候 就是if 再來 人稱跟實態 因為你要把引號拿掉 人稱跟實態做適當的變化 所以女生問我 所以是我是否知道 if i 再來 因為助 b沒了 為什麼助 b沒了 因為換成直數句 肯定的直數句就沒有助動詞嘛 所以 no 配合前面的ask 過去是變成new if i knew the truth 所以才是答案量 ok 所以我們才要寫原問句 讓你了解一下 好 再來繼續 i don't know who started with the phi 還在who 好 再來觀看 當介系詞的壽詞 還在介系詞的壽詞 if your success or failure success right on now failure right on now success你們應該知道是成功 failure你們一定看得出來 但這個字可能比較少接觸 而讓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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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頂多就是學fail 或那個 嗯 沒別的了 你們就是學行動詞的fail 或是動詞的fail 失敗 但這個部分你們應該還沒有學過 failure 是名詞 so your success or failure will depend on depend on depend on是什麼意思 這裡是當依據 比較好 平靠蠻怪的啊 對不對 所以依據 依據什麼 你多努力嘗試 how hard you try on highlight寫件 on highlight寫件 how highlight寫O等於NC how highlight寫O等於NC 好 再來下一個 they are arguing about highlight about which road they should take highlight which 所以他們在爭執 爭執一件事 什麼是 該走哪條路 ok 所以後面的該走哪條路 which road they should take 本來是which road should they take ok 好再來下面當補語 他在補語 補語是什麼意思呢 後面括號 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 那通常不是補充說明主詞 就是授詞 那他會縮寫 叫 complement 所以主詞補語就叫 subject complement sc 授詞補語就叫 object complement oc 所以 下面兩個例子都是主詞補語 so you are what you eat highlight what you eat what you eat 上面寫NC x 等於sc NC等於sc 就是指這裡的名詞指句當什麼 主詞補語 主詞補語 來畫一個箭頭到前面的you 好 那 what does it mean in Chinese 吃什麼反應 嗯 ok 你吃什麼就會反應在你身體上 ok 再來 下面 the truth is that he can't live without her highlight that 那一樣 他一樣是主詞補語 直接畫一個箭頭到主詞the truth 所以就在說明the truth是什麼 真相是什麼 好那平常我們常見的補語其實很常見 補語通常是什麼 名詞或形容詞 因為你要補充說明一個名詞 那你只能是名詞或形容詞嗎 好不好 那旁邊寫兩個人介紹的例子 I am a boy 這時候你的avoy 就是subject compliment 再來 來 she she is pretty 這時候你的pretty 就是subject compliment 所以有詞可知 好 補語 也不是有詞可知啦 對不起 不能這樣講 這樣講話 補語 ong就是noun 或是sh 補語就是noun 或是sh 好 再來最後一個 當同位語 還在同位語 the news that we won't have an exam tomorrow is untrue 還在 that 好這裡為什麼不是形容詞字句 因為他沒有代替掉東西 你會發現 we won't have an exam tomorrow 他沒有任何東西被代替掉 以前剛開始有學生很困惑 他們覺得很合理啊 我們明天不會有考試的新聞 你的確可以這樣翻譯 沒錯 可是你的新聞在原句 we won't have an exam 哪裡 哪裡被選擇掉 沒有地方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所以他並不是被 這裡的that不是關帶 因為他並沒有代替任何東西 你原句沒有任何東西被代替 並且省略 懂嗎 所以他不是形容詞字句 是名詞字句 是這個原因 懂嗎 ok 所以 來 let's 名詞字句 當主詞的news的同位語 那 好 不要特別寫啦 不然 我們到底要挨 下一行 the question whether we need their help how that whether whether 我們是否需要他們幫助 這個問題 所以 我們是否需要幫助 動號 這個問題 所以這兩字同樣東西 has not yet been considered 還沒被怎麼樣 consider是什麼意思 考慮 很好 所以這時候 whether we need their help 就是 the question的同位語 highlight whether 名詞字句 highlight同位語 好 再來 再來 下來 形容詞字句 highlight行容詞字句 形容詞字句 當形容詞用 highlight當形容詞用 用於修飾名詞 highlight修飾名詞 不過 與一般形容詞不一樣的地方是 形容詞字句 必須 highlight必須 擺在喻修飾名詞的後方 也就是後微修飾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 形容詞字句修飾的那個名詞 都叫先行詞 因為它一定要出現在前面 你要先出現過 先出現過 你才有辦法代替掉 因為你要記得 形容詞字字句的連接詞 同時也是什麼 代名詞 我們都叫它什麼 關代嘛 所以它把原句裡面 某個詞代替掉了嘛 你要能代替 那你的句子就要先怎麼樣 除掉 出現過 OK 這就是代名詞的定義嘛 你沒有出現過 不能代替掉 懂嗎 繼續 I know you need a friend whom you can talk to 所以它是 whom 寫 受格 關代 whom 寫 受格 關代 所以它是關代的受格 而且只用在人 人是 你代替掉東西的時候 你才會用 whom 那第二個條件就是 你必須原本的字是 受詞 被代替掉的字 原本是受詞 所以這裡的原句是什麼 You can talk to the friend right now 然後把the friend 換你線寫 要選這樣 然後連一條線到那個 whom 連一條線到那個 whom 所以原本是 you can talk to the friend 你把the friend 換成關代 你要換who 也可以 你要換that也可以 你要換who也可以 OK 下一頁 那如果是主格的話 還要主格 那你就是who that 或是which that 如果是所有格還要所有格 後面括號 adj 在所有格 後面括號 adj 那 你應該會看到 兩個都是whose 因為whose 可以代表該人的 也可以代表該物的 在使用自主句裡面 所以 來 兩個whose中間 寫該人的 該物的 或是你寫該人該物的都可以 該人該物的 兩個whose中間 該人該物的 好 然後你在whose後面寫加none 因為既然他是所有的 他就一定會加一個名詞 例如 Phil's book whose book 這樣 再來獸格 他在獸格 那人 就可以用whom 或是who 或是XX 就是指可省略寫下 好下面highlight XX表示可省略 那獸格 who的話就只能用which that 或是省略 好下面 the girl who works in the convenience store is my student highlight who 那為什麼 是主格 因為他修是主詞嗎 不是是指什麼 他在原句裡面 你的官代是代替要主詞 ok 好 再來 Carol is the secretary whom who who that the manager himself chose 他在whom who that 或是 那個省略 who 那麼 好 好 再來 the cats which have been lost for three weeks was found 他在whish for that 再來 the bike whish for that 或是神絕 my aunt bought me was a birthday gift 他在whish that 跟神絕 第一個 再來 this is the lake which I used to swim in 這就要認真一點看了喔 他在whish that 跟 後面的神絕 他再來 那再來 這裡是在講地點 因為是in the lake in the lake 所以你第一個最單純的方式就是把名詞 借加著加名的名詞換掉 換成關帶 第二個方式 你可以把你的借加名一起換成地點 換言之 你的名詞換成關帶 可是跟著你的借系詞一起 去當連接詞 去當關系代名詞 so this is the increase 那你有沒有發現 就不能用that 也不能省略 ok so increase in which I use to swim 最後 in which 腹詞 表地點嘛 地點就是腹詞嘛 所以你也有一個關係腹詞可以用 this is the lake where 開來where I use to swim 好 旁邊空白處 右邊空白處寫 界隙詞 加quish 界隙詞 加quish 什麼東西 對於quare 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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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關西形容詞 The students whose desks are not clean 還有 whose 所以這個人的書桌不乾淨 所以書桌不乾淨的學生們 Can not go home now 再來This is the machine 還有 whose parts 來這裡的parts是什麼意思 所以關西形容詞其實就是所有的形容詞加名詞的意思 其實就是所有的形容詞加名詞的意思 最後關西負詞還是關西負詞 那你們看到前面兩個時間跟地點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when還在when where還在where 再來最後why還在why why你就不會用借加名去把它換成why的 通常是直接描述句子的時候比較常用到why 下面 I remember the day when she first wore that pink dress 他在when寫該時 那時候該時 該時 該時間 換一個見得到的day 換一個見得到的day 所以他第一次穿那件pinterest的時候 的那一天 好 再來This is the place where還在where where 該處 換一個見得到的place We are going to stay for the night 所以我們要待 呃對不起 過夜的地方 OK 再來Tell me the reason why why 寫該理由 畫一個見得到the reason 所以告訴我什麼原因 你沒有來的原因 下面 形容詞子句還在形容詞子句 可以簡化成分詞片語還在分詞片語 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們講的 當你今天關帶後面有b動詞 還在關帶後面有b動詞 可將關帶還在關帶與b動詞一併省略 還在關帶與b動詞一併省略 那前提要是什麼 你後面有分詞 不管是什麼 現在分詞還是過去分詞 或者是介系詞片語也可以 so there were more than fifty people who were killed 還在who were killed 被殺掉的 所以你可以換成pp當形容詞的被殺掉的 所以你看 there were more than fifty people killed 還在killed 好把who were圈起來寫被省略 who were圈起來寫被省略 下一頁 the lady who is in red 還在who is is my teacher the lady in red 還在in red 所以這裡就是利用 因為介系詞片語本來就可以當形容詞 所以他把關帶跟b動詞省略掉 就是從形容詞指句變形容詞片語這樣而已 再來下面 表示靜態慾望習慣 他在靜態慾望習慣 若是關帶後面沒有b動詞 他在關帶後面沒有b動詞 這一類的動詞 他在動詞 還是可以刪去關帶 他在刪去關帶 但必須把動詞 他的動詞 改成現在分詞 他在現在分詞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主動 不會啦 寫在現在分詞上面寫主動 不是指主持動詞喔 是被動的相反 主動 So those people who long to travel 他在who long who寫subject long寫verb 寫渴望 who寫subject long寫verb 渴望 再來 me pack their things now 這裡的pack是什麼意思 不會啦 打包 好 對啦 收拾沒有錯 打包 再來 因為long本身是表示欲望的動詞 所以你把它換成現在分詞 是 those people longing 他在longing 所以一樣 渴望旅行的 翻譯上沒有任何的差別 常見的還有什麼 像hope ok hoping to do something 再來 好 複詞指句 highlight複詞指句 複詞指句大概應該就比較熟了 用來表示下面有九種 你不用備有幾種 不會有人叫你備 可以放在主要指句的前面或後面 那複詞指句可以用於時間 highlight時間 地點 地點 原因 highlight 目的 highlight 結果 條件 比較 讓步 狀況 highlight 好 那其實 有哪幾種不重要 重點是哪些用在哪裡 比較重要 第一個 before after 這些都很簡單表時間的 since highlight since 請問你 since通常用在什麼時代 完成式 since圈起來寫完成式 但是 since本身 since本身後面要加什麼時代 過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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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til until when while assooners 這些都是常見的 那表時間的你要注意什麼 寫在上面 用現在式代替未來式的用法 用現在式代替未來式 也就是 如果你今天表時間的複詞指句 你要寫未來式的話 基本上不會發生 好 基本上就是用現在式代替未來式 再來 表地點 where highlight 地點 再來 表原因 because 跟since 這裡的since就不是自從的意思了 我們前面有講過 既然 既然如此 所以其實也可以翻因為 好不好 nice things 再來 目的 如此以至於你們已經學過了so that 對不對 好 旁邊 search...that 來這個沒有寫得很好 來寫在search上面寫 search stern 就是 所持人之ram since 觸手 ころ 甚至 政詞 兩個 成員 你可以來 간단 所以寫在 in order that 上面寫 in order to 加 vr 寫在 in order that 上面寫 in order to 加 vr 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是為了 差別在哪裡 in order to 加 vr in order that 加什麼 紫句 來 in order that 後面寫加紫句 in order that 後面寫加紫句 那後面的 so that 不是剛剛的如此一致語 它沒有隔開 懂嗎 所以意思就是為了 為了要可以 為了要去 highlight so that 這一個 so that 結果為了的 so that 沒有空格 中間沒有空東西 再來 條件的部分 if 你們學最多 重點是後面的 in case that 有沒有學過 in case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萬一聽過吧 in case that 一樣是以防萬一 可是它是要接紫句的 highlight in case that highlight以防萬一 再來 as long as 只要 它在 as long as 或是等於 so long as 都是只要的意思 那個小假司定有了一首歌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也許你們 蛤 會太老嗎 沒有啊 太老了 抱歉 抱歉 好 所以是只要的意思 再來下面 unless 除非 它在 unless 除非 跟 once 跟 once 一旦 還在 once 一旦 once that you heard the gunshot 你聽到槍響 you should run 你就應該要跑 所以一旦 一怎麼樣就怎麼樣 跟 as soon as 用法很像 好 再來 比較 這個你們學過了嗎 then 比較級 as 二十二十 上面寫原集 二十二十 上面寫原集 二十二十 上面寫原集 最後一頁 真假 再來 後豆跟豆 highlight 雖然 whether or not highlight 無論 好 你們一定會有一個問題 whether or not 為什麼 你要注意喔 whether or not 當這樣的時候 它是什麼 它其實概念跟名詞 的確還是很像 whether you love me or not 還是一樣是 是否的那個意思 無論你愛不愛我 你是否愛我 重點在 為什麼我們用 if 因為如果 要把它當 放聚首的話 不能用 if 只能用 whether ok 所以這裡你會看到 只有 whether or not ok 再來 us 如頭 這你們學過了 可以等於quan 或是 us if 還在us if 仿佛 好像是 就跟low的用法 一樣 就像since有很多意思 us有很多意思 沒辦法 後下 你看一下 你們再放一下這本 六十五頁 我沒有要上 沒有什麼要上的 六十五頁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而已 六十五頁有東西嗎 三太了 這個下禮拜會上 後下下禮拜 反正 這個之後會烤 這個之後會烤 還是直接烤 沒有啊 有些是補充動詞 補充的 沒有沒有沒有每一個都要上 我們紙上要上 紙上 紙上要那個的 要補充的而已 好這本 現在 來 LTTC1 上禮拜請你們寫的 LTTC1 LTTC1 拿出來 你們有沒有改過 趕快改啊 可以改 有答案 後面有答案 我不知道 啊你們這本 學 閱讀跟聽力的時候怎麼改 講到什麼 講到什麼 講到什麼窮話 哎呀 就在閱讀聽力那裡啊 一樣啊 就只是往後翻而已 答案都在最後面 解答都在最後面 在看念 也急嘛 看個陸入 還被老師鬆床輸出 往後翻就對了 往翻 往翻 到了 檢驗 到了 趕快改 紅筆拿出來趕快改 哎唷 哎唷 剛剛那個都那麼長一點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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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能填空 就 上面就寫了 寫出完整的句子 唉 難怪你寫那麼快 到底在幹嘛啦 那你先不要改 你先把答案寫出來 快點 我說你先不要改 快點 把答案改 你就先不要改 等下就跟著一起看就好 Harry 趕快改喔 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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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等一下這個標號不然 來 別花 Harry 記得是要寫完整的句子 不是填空 不是填空 有寫 趕快 別慌阿 方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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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們考得上清大 清大 清大不大 你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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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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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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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蛤? 那邊? 就是照題號寫啊? 好像呢,隨便你寫的就對了 以後麻煩你,拜託,不要搞一根金 是吧 今天要換什麼題目 等一下看題目寫什麼 題目是什麼? 比你比 比你喔 他叫你先 來來來,練練 距離合併 所以是合併兩頭 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跟你對 I don't know 我覺得他會覺得我 好啦,沒關係 很好,但是有這個強法很好,很棒 我意思就是 我意思就是這樣 喔 好啦,來,Thomas,你來不及了,你就等下一題一題寫 來,我們從第一題開始看 David got up early yesterday 所以呢,他看到tomorrow,所以答案有tomorrow嘛 這裡不能寫在這本上,我再講一次 所以這一本比較特別,是寫在答案券上 tomorrow上面寫the future,或是你要寫未來是隨便你 所以答案是,David will get up early tomorrow So,David will get up early tomorrow 喔,會有簡單的嗎? 說實在的,像歐洲生這種東西,我那個人,我們會來幹嘛 這一本比較簡單,我要講幾次 這兩本 是跳過啊? 不行 為什麼不跳過喔 So,mom is writing her name on the paper,number two 所以,blah blah blah,wha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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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paper 所以,wha is mom writing on the paper,ba 畫紙,上面寫等於her name 畫紙上面寫等於her name,快點辣 畫紙上面寫等於her name,快點辣 就像是一提示作答一樣,畫一畫線部分作答 你就是要自己找出畫線部分,再來要做疑問句的 變成疑問句的句型,所以主持跟不用主對講 what is mom writing on the paper? 好 不可能是what is mom doing,因為後面有 underpair 我有我有塊是 mom doing underpair 不行啊 在在紙上做什麼? 沒有人這樣子教 最怕要學來了 為什麼沒有? 沒有人說在紙上做什麼 沒有人說在紙上做什麼 欸~~ 奇怪,我不行 不行啊 不行 不只寫的故事是 你寫的什麼? 那就是錯啊 turtles do not swim as fast as dolphins not as us 寫在這題寫 not as us 不如 快點寫 not as us 記得不要寫在試底本上 寫在答案卷上 所以烏龜有的不如 dolphin 快 所以 dolphin swim faster than turtles dolphin swim faster than turtles Jack complains about the weather all the time complain是什麼意思? 抱怨 所以他all the time就是總是 always的意思 keeps 本身是持續 來寫在上面加VING 好 Jack keeps complaining about the weather Jack keeps complaining about the weather Jack keeps complaining about the weather 對嗎? 好 第五題 the wall was painted blue by my sister 來寫B加PP表被動 我要讓B加PP表被動 所以牆壁被我妹妹7成藍色的 So my sister 因為是過去式 答案只有painted 主動 my sister painted the wall blue my sister painted the wall blue OK 再來 句子合併 Number 6 When should I finish the history report? Please tell me 這裡就是剛講到的名詞子句 Please tell me when I should when寫 conjunction 答案的部分 答案的部分 會寫 conjunction I寫 subject share寫情注V When I should finish the history report 後面括號只是數據 我的重點是要強調直數據 不是教你這些詞性 後面括號只是數據 所以你的名詞子句要用直數據來寫 好不好 不能用疑問句句型 再來我們看Number 7 Lisa walks into her office Then she sat down at her desk 所以你看到After After 所以你要去判斷哪一個是後發生的 坐下來是後發生的嘛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是 他走進去之後 坐下來 所以呢 他走進去之後 是你的副詞子句嘛 他走進去之後是你的副詞子句 很多人會想說 照著中文的字序翻 再提醒一次 副詞子句 你的連接詞 會跟你連接的句子意思連貫 所以他走進去之後 才是你的副詞子句 OK OK 所以你是 After she walk into her office OK 所以 After上面寫 conjunction 把 after she walk into her office 括號起來 After上面寫 conjunction 把 after she walk into her office 括號起來 那再來要注意的一點 好 你已經有你的副詞子句了 那你的主要子句呢 第一次出現 因為是合併句子 第一次出現 不可以用代名詞 所以 then she sat down at her desk 你要換成什麼 Lisa sat down at her desk 所以在Lisa上面寫 第一次出現 不可用代名詞 在Lisa上面寫 第一次出現 不可用代名詞 Kerry 我在講的詞不要寫在粉底上 Number eight 第八題 Eric is practicing the magic trick Grace is practicing the magic trick 這是我們之前講到的對人連接詞的部分 both and 旁邊空白處寫 both a and b both a and b 用複數動詞 both a and b 用複數動詞 表示你的主詞等於 we you that 你的主詞等於 we you that 所以絕對不會有verb as yes 在現在式的情況 所以這裡的答案 both Eric and Grace 再來 所以你要用什麼 are both Eric and Grace are practicing the magic trick ok 好 這就跟剩下的不一樣喔 第九題 it was raining the students had a picnic at the beach 像odot odot上面寫 conjunction 雖然 所以他是在講轉折句嘛 前後魚有轉折 雖然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 所以雖然在下雨 學生們 還是 so although it was raining the students had a picnic at the beach 這裡沒有HP 你只要寫 只要寫旁邊空間 雖然就好 再來No.10 這裡開始你都有寫嗎 寫全句 沒有 這裡開始你沒有寫全句 哪有 哪有 十一 六到十耶 六到十你怎麼不寫全句 十一到十 十一到十 那我全部都 這些你還沒補是不是 沒有 補 這個比較長 那我這些都補 那六咧 那你補出來 沒有啊 我只是問一下你而已啊 我想說我看你沒在寫 好 No.10 Tim fixed his fight It took him two hours 好 來 一詞寫 五物花人時間 一詞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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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 只要是 不管是花錢還是花時間 你後面的動作都用什麼來寫 To 2VR 所以 to fix his fight 所以這to fix 從前面的took 花時間那裡 連一條線到to fix 寫加2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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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來 旁邊空白書寫 spend 人 spend money or time 加 vng 或是 on something spend time doing something or spend time on something 那如果是 woo 花錢 cost 錢 就是加2VR woo花了你多少錢去做什麼事情 再來 woo花了你多少時間 woo take time 也是加2VR 所以人跟woo在用法上面都相反 就用一個動詞 加VR ng woo要用兩個不一樣的動詞 然後是加2VR 好 有寫嗎 有 唉唷 一 一 一個 1 好 I have blablab before 這裡看到have 看到have 思考三個東西 第一個 一般動詞 有 擁有的有 第二個 F2加VR 第三個 完成式 2V加Pb 看下面的選項 有沒有看到Pb 有 那就很有可能是現在完成式 對不對 I have had 再來又homework 對不對 So much homework會連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so much the much 如果要很多 你修飾一定是修飾什麼 形容詞嘛 名詞嘛 對不起 所以so much一定是接homework的 So I have had so much homework before 可是這樣還找一個never never是什麼 頻率負詞 所以在never上面寫平ADV never上面寫平ADV 所以頻率負詞的位置要放在哪裡呢 B平一反動顯答甲中間 這沒有問題 但如果有助B 就一定放在助B後面 所以旁邊空白處寫 平ADV B放助V後 所以有可能會出現什麼狀況 頻率負詞出現在B動詞之前 為什麼 因為有助B 像勤助V You should always be good 就不會是B平的 ok 因為有勤助V的關係 好 那I have never had so much homework before So much much上面寫加U Much上面寫加U 好 來下一題 十二 花二 花二上面寫感嘆句加難 花二上面寫感嘆句加難 好 而且 你後面要幹嘛 你的難在哪裡 Plyboy括號起來寫難 為什麼Plyboy整個是名詞 為什麼Plyboy整個是名詞 有禮貌的男孩整個是名詞 要記得 只是形容詞去修飾這個名詞而已 所以是What a polite boy Jim is 他不用搞裝 Jim寫subject Is寫B 所以他整個句構就是What a加那 那後面的subject B是可省略的 所以你把subject B上面寫可省略 但這個情況可以省略嘛 如果你不寫出來Jim is 你知道是誰很有禮貌啊 不是 不知道 是前後文語意明顯的時候 你就可以省略掉那subject B 例如前面一定拿到Jim 每天都會跟老師打招呼 後面你如果接What a polite boy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好 再來 This par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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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旁邊寫 直接寫Be Famous For 這樣就好 這是你的形容詞片語 這題要考的就是你的形容詞片語 Be Famous For 所以我跟你們說 你看 這15集 假設有三題難的好了 可能花比較多時間 剩下的其實不會花太多時間 我就可以幫你們 你們如果好好乖乖寫 不用跟我在那邊廢話了 我就可以幫你們教 作文 教口說 好不好 所以麻煩大家配合一點 就可以進行的比較順利 14 Onl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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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s this novel 好 那你看到likes 把likes的verb s圈起來 然後上面寫verb s 表示你的主詞一定是單數 所以你在 Only one of my classmates 上面寫單subject Only one of my classmates 上面寫單subject 那既然這樣你就會知道 絕對是什麼 one是主詞 one既然是主詞 這裡的off 後面就是接什麼 範圍 OK 所以of my classmates 括號或是underline 上面寫範圍 什麼範圍就是 你一個 什麼其中之一 我的同學們其中一個 OK 所以數量加off加範圍 就是講多少中的多少 這樣 15 15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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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big test 好 這裡在考什麼 旁邊空白處寫 had better 加VR 旁邊空白處寫 had better had 不是have 對 固定用法 對固定用法 之前跟你們講 會省略嗎 lay the better 所以也可以一撇低 旁邊寫等於lay the better 加VR 一撇低 lay the better 加VR 一撇低 加VR 一撇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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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禮拜回去 明天喔 明天就要教什麼 作文喔 這篇的作文喔 上禮拜教的到現在啊 不是今天前面是教的 然後 現在要發 第二回LTTC 這是寫作就好了 所以你們的紙應該都還有吧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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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寫作就好了 有 在我們收這張券之前 忘記了 對不起對不起 是我的問題 剛剛叫你們寫就我自己擦掉 剛剛本來叫你們寫 那個 欸 失敗 你看看 欸 還在錄影啊 欸 上去了 就很缺 欸 失敗 喔這裡 綠色的就看到什麼時候就忽略了 欸 你們 以後每一張 建議你們等一下就可以寫了 每一張拿到 在那個 這裡不是有一條空白處 不管是這邊 左上角 右上角 隨便你 我們要寫分數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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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算式先把它寫好 每一個都先寫好 之後 再填控 再填控對不對 對 再填控 對 那這個填控 你現在沒有做完分數嘛 那這裡我就講了 錯一個地方 一分 一個句子最多錯兩個地方 所以一題兩分 所以這次你就看 你如果全對 你就是30 如果你錯一個地方 就是29 你如果錯一整題 就是扣兩分 28 你如果錯一整題 又一小題 還有一個小地方 那就是27 像這樣一時類推 所以一題最多兩分 好不好 那為什麼不知道它會扣兩分 就錯啊 說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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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不是合併句子啊 不是合併句子啊 你那叫騙語 你那叫騙語 那是騙語 合併是不是意思一樣就好了 沒有啊 合併沒有意思一樣就好了 那那那那那 合併 合併句子是把兩個句子變成一個句子 這不是一個句子 沒有啊 可是這是主詞 動詞 受詞 不是主詞 動詞 連接詞 主詞 動詞 沒有啊 但你要把它用成主詞 動詞 連接詞 主詞 真的 你就照著這樣寫就好了啦 少那兩分也不要你的命啊 不是變成那個 我小 我小 自私化 超可悲的 沒有 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給你對 我只能這樣跟你說 又不是我改 考試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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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以後拿到就是把那個算式先寫好 以後拿到就是把算式先寫好 那這一次那個LTTC標一下 1呢 你也沒寫 LTTC1 LTTC1 不然你以後會跟Righting1搞混 欸你可不可以 再給我懶一點沒關係 好 那 剛發給你們了嗎 還沒 所以這是下一回 下一回 Hary明天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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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現在要上課 你要先學什麼 12分 可以拿上課 不行 這個也是借你們的答案 對啊 對對對 答案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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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是不是抽起來了 對啊 你自己抽起來那邊就好 好 那 再來 我們要上Speaking的那個附路 Speaking的附路 Speaking的就很快了啦 不用擔心 OK 先收 先收 欸 做我們就要寫喔 做一邊教喔 哎呀 好像沒寫 沒寫完就沒人留下來寫 口說的部分很簡單很快 第十三頁 口說 剛發下來的本質 Hary明天拿回家谷 第三頁 第三頁 有這麼後面嗎 等一下 對不起 第九頁 因為我的 你是舊版 通報立即 對 好 那 什麼 口說測驗 是透過初級引檢的這位到中間關卡 那你要通過的話 要正確的發音 還要正確的發音 highlight就好 這裡沒有寫的 拜託 欸這本還會弄到我 啊 對 好 用語調朗誦句子 朗誦句子 即短文 他的短文 做簡單的自我介紹 他的自我介紹 並回答日常生活中 他的日常生活 的常見話題 他的常見話題 那測驗的方式是 錄一 他的錄一 時間約為十分鐘 他的十分鐘 那你是踩0到5級 他的5級 的整體評分 再轉換成百分之 好 那那個評分的那個佔比 就不用看了 我們看第一部分 附送 他在附送 那本題共有5級 由耳機播出 每個句子會念兩次 他在念兩次 那聽完題目後 你必須按照所聽到的句子的語調 他在語調 完整附送一遍 他在完整附送一遍 不要自己增加 或是刪改 或改變句子 不要I should 變 to share I should do 變 to do 不要做這種事 就是 附送 附送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